500吨最新型脱溶机制作完成,准备发货 大家好,我身后的这台设备叫DTTC脱溶机 又称蒸脱机 是目前国内外有厂较为普遍使用的一种进出货脱溶空干设备 该设备主要是对从进出器排出的含有溶剂的货进行蒸脱处理 脱除其吸附的溶剂,保证货的质量 也是增化破中抗营养因子的关键设备 脱溶机主要由脱体、绿脱层、脱溶层、烘干层、冷却层 传动机构及自动落料机构组成 靠直接蒸汽和间接蒸汽夹层对寒溶失破进行脱溶烘干 脱溶机内部通常设有多层加热盘 用于提高脱溶效果,设台500吨脱溶机设备设计为9层运行结构 顶脱层为3层,通气层2层,直接增气层1层,干燥层1层,热风层,冷风层,各1层 在这个过程中,湿脱表面的溶剂被加热气化 内部的少量溶剂则在直接蒸汽蒸馏作用下被气化带出 从而雨破分离 最终将破中溶剂含量几乎全部脱出,保证产品的质量 脱溶机的常见故障及排除 常见故障1,下料不畅,下料口,布料搭桥 排除方法1,控制原料质量,保证合适的水分和粉末度 2,调整蒸脱机夹层蒸汽量,提高物料温度 常见故障2,蒸脱机气象镇压,混合蒸汽回流进进出气 排除方法1,及时调整原料产量,保证蒸脱机内部不断料 2,保证气象温度的填积下,减少直接蒸汽量 3,调整尾气风机频率,保证蒸脱机不压稳定 脱溶机设备属于压力容器 应严格按照油纸进出工厂生产技术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油纸设备相关技术问题可直接与我公司工程师联系 买高端粮油设备,请选走我们华泰集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